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其他乐视角 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关于哈萨克斯坦 他现在的局势 以及习近平坚定地站在了反人类的一边 这个人一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 现在哈萨克斯坦 现在出现了巨大的政局的动荡 那么哈萨克斯坦的前总统 也已经把最后的一个遮羞部 彻底地被扯去了 他也不再担任国家安稳会的主席 就类似于当时邓小平所在的那个位置 国家军委主席这样一个位置 他一直掌握了哈萨克斯坦的政局 掌握了30年 是一个典型的独裁政权 那么日前呢 习近平厚颜无耻地 给现任的总统 托改耶夫带去了口信 讲作为兄弟邻邦 和永久全面的战略伙伴 中方愿尽己所能 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 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都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一众的伙伴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这个说法完全的是一个颠倒的黑白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起来要推翻自己的邪恶的独裁的政府 那么习近平他讲中国人站在哈萨克斯坦人民一边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支持这些起来反抗的哈萨克斯坦人呢 这首先他本身就是语言不详 偷换概念 另外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想表达的 他是要站在邪恶的独裁统治者一方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人民 他们了解哈萨克斯坦发生了什么吗 习近平有什么资格代表14亿中国人发声 说要站在哈萨克斯坦独裁者一边呢 而且他带去的是一个口信 明显的不想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避免将来历史对他的清算跟追讨 其实在我看来 习近平他在向全世界发布明确的信号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独裁者 就是一个威权者 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人 与现代文明世界完全割裂的人 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因为习近平本身 他就是一个大独裁者 就是一个对权力既恐惧又热衷的人 你们如果看到他和普京在一起 包括见面 包括看开视频会时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谦卑 表现出了那种从内心深处 对普京的艳羡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内心深处有多么的自卑 而对普京他有多么的欣赏 而普京通过眼神 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霸气 那种对习近平的轻视 以及他种种行为上 对中国的这种轻视 看不起 其实正常的 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 都会看得出来 我们再看哈萨克斯坦 现在的这种局势 因为哈萨克斯坦 本身他原来也是苏联的 加盟的共和国 那么后来 随着整个苏联的解体 哈萨克斯坦 然后他就独立出来了 但是整个的 包括所有原来 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大部分的国家 特别是中亚的这些国家 这几个斯坦 他们都延续着 过去的苏联的那种 威权统治和俄罗斯 处于一样的 一种统治的水平 统治的模式 它和波罗的海的三国 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那些国家 包括立陶宛 拉特维亚 斯洛文尼亚 这些国家 他们本身原来最早 他们是被苏联强加着 去加入的整个苏联的 加盟的共和国 所以他们本身的骨子里边 他们还是有一种民主的 这种价值观的 而这些个哈萨克斯坦 这些国家 这些个斯坦就完全的不一样 现在整个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非常的紧张 那么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的要求 那么普京已经 以这个所谓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由 派遣了他的维和部队进驻 其实是他自己本身的御林军 那么中东事务评论员研议员 法兰兹曼 在伊路撒冷邮报上写道 临近的专制政权 会担忧哈萨克斯坦的不稳定 可能会蔓延到周遭国家 因此 中俄两国都密切关注当地的情势 同时 哈国本来的发展 也会影响中国在中亚的政策 那么大西洋月刊 藏在2019年指出 中国已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 且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 2013年起 中国已跃升为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合作伙伴 习近平当年正式提出新丝绸之路的倡议 两国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 总额达到300亿美元 习近平更曾说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一辈子的朋友 面对哈国局势的混乱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六日定调 哈萨克斯坦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内政 相信当局能妥善解决问题 并希望能尽快的平息 俄罗斯一开始称哈萨克斯坦 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内政问题 外国不应干预冲突 随后他就变卦了 以吉安组织的名义 进入了哈萨克斯坦维稳 台湾的政治大学 俄罗斯研究所兼任教授赵竹成 向德国之声指出 中国不是吉安组织的成员 哈萨克斯坦也没有求助中国 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立场 可以协助哈国维稳 所以也只能表示 希望当地能够控制形势 赵竹成表示 哈萨克斯坦所在的中亚地区的纷争 一直都是由俄罗斯 白俄罗斯等六国组成的 吉安组织负责解决 以维持区域的共同安全 这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他认为中国也会尊重俄国的立场 对中国而言 这当然是好事 因为他不用介入处理 局势又能稳定 那么哈萨克斯坦 虽然从2013年起 和中国关系更加紧密 但是赵竹成直言 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再好 也比不了他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俄哈除了是军事同盟 同属吉安组织 也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 彼此隶属于同一个关税领域 哈国执政30年的前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与俄国领导人普京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赵竹成强调 中国在中亚本来就不是老大 他向德国之声指出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 看似关系紧密 纯粹是经济上有了更多合作 因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欧亚大陆需要经过哈国 而且中国需要哈萨克斯坦的 石油天然气及油矿 而哈萨克斯坦则出口农产品到中国 但整体而言 从文化语言和军事上的层面来看 中哈还是没有俄哈 来得近 那么普京为什么在背后有很多的盘算呢 为什么他会进驻哈萨克斯坦的动机并不单纯呢 那么研究中国与中亚外交关系的欧安组织学院研究员 丘子恩在其推特上分析称 过去几年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中国从中亚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因此若哈国总统托卡耶夫把能源管控权给了俄国 那么对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将会有爆炸性的结果 丘子恩写道 俄罗斯希望通过推动哈萨克斯坦同意欧亚经济联盟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标准关税 使俄罗斯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拥有定价的权利 过去韩国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现任总统托卡耶夫都曾强烈的反对这一做法 丘子恩称 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与中国谈判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时 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赋予的定价权利 给了它巨大的溢价能力及巨大的筹码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 则是牺牲了经济独立作为交换条件 不过这一切仍要取决于俄罗斯 是否能够掌握全球的能源价格 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 思考克罗战略与安全中心的研究员 艾许福特分析称 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有强大的利益 俄国经常依靠哈国天然气作为俄国产量不足的后盾 相对而言 哈萨克斯坦的稳定对中国而言 虽然重要 但相关利益较少 中国的天然气进口至少有5% 来自哈国 那么实际上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变局 不仅仅担心自己在一带一路上出现挫折 在整个的现在能源短缺的问题上出现进一步的恶化 其实真正中共所担心的是它的地缘政治 也就换句话说 它非常担心这个哈萨克斯坦如果它发生了颜色革命的话 会直接影响其他的中亚五国都产生颜色革命 如果这个民主的政权在中国周边越来越多的话 也会给中国内部的这种统治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为民主的政权越多 中共自己的它的统治的空间也被压缩的越小 当然了还有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突厥问题 东突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个政治因素反恐的因素 也是习近平重要的考量 其实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现在整个引发哈萨克斯坦内部政局的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他们突然间要提高 整个的天然气的价格要翻倍 导致了整个的民众的强烈的反弹 加之疫情管控出现的这种药物的短缺 民不聊生 导致民众上街开始反抗 那么原来哈国的总统还表现出来了一种姿态 一种所谓的这种愿意和这些示威者进行谈判的姿态 但随着普京军队的进入 随着向普通民众的开枪 那么他的姿态越来越强硬 也亲自下令 对所有的这些持有武器的人可以叫杀无赦 这和当时北京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有着巨大的相似 当时最大的区别还是六四的学生 手无寸铁 而今天现在很多哈萨克斯坦人 他们手里是持有武器的 其实我对这个俄罗斯人所谓的这种战斗民族 他们拥有武器这件事情 我还是有概念的 因为我讲我曾经去这个俄罗斯的很多地方 那么俄罗斯人真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持有武器的 他们是私下里都藏有武器 因为苏联解体的时候 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民间 随便一个人拿到一个AK-47 简直就是开玩笑的事情 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所以他们是个战斗民族 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善于战斗 也喜欢战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 其实哈国要求普京 就像当初白俄罗斯 他去要求普京协助 把俄罗斯评判这些个暴乱 所谓的暴乱 他们认为的暴乱 实际上是当地人民的这种民主运动一样 他们都是担心自己的集权统治被推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带来的口信 以及表现出来的姿态 就是他是坚定的会与这个整个的民主价值相背离 他会永远的站在民主价值的这种对面 和文明世界进行宣战 所以他的结局也一定 我相信会像齐奥塞斯库夫妇一样 成为历史的垃圾 成为一滩真正的狗屎 好了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